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异部任务系的视频 我是主张老师布鲁 通过上一样的学习,我们已经掌握了安卓多线程的意义 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多线程的开发 从本节课内容开始,我们将会学习新的知识点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思维导图 我们这节课将会学习一下我们在我们安卓当中的多线程的创建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安卓是基于Java这门语言的 那么我们安卓创建多线程其实和我们Java创建多线程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会回顾一下我们Java如何来创建多线程的 其实我们Java当中进行多线程的开发 创建多线程主要是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继承我们的3D类来实现一个多线程 第二种也就是实现我们一个runable接口对象来实现我们的多线程 我们来一一的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继承一个3D类来实现一个多线程 我们继承3D类的方法我们列之为一种多线程的实现方式 但是3D的本质啊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3D类这个本质其实也是实现了我们runable接口的一个实例 它代表了一个线程的实例 并且启动线程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我们3D类的star的实例方法 star方法它是一个本地的lative方法 它将启动一个新的线程并且执行我们的run方法 这种方式实现多线程非常简单 通过一个自己的类直接extense就继承我们的3D类 并且复写我们的run方法 就可以启动我们的新线程并且执行我们自己定义的run方法体 我们来结合实际代码看一下 这里的话老师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我们今天的工程 是基于我们的安卓开发环境 安卓studio的 这是一个HelloThread 我这里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本身的布局文件非常简单 布局文件里面就直接是一个relative layout嵌套了一个按钮 而这个按钮的话它本身的字样是我们的hardware的 给它绑定了一个onclick方法叫做btn-onclick 那么这样我们在activity当中 直接声明了这样的一个public void btn-onclick这个方法 就可以直接把它关联起来了 我们这个按钮点击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把我们现在的程序运行起来 它现在的话跑起来长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就长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hardware的一个按钮点击也没有任何反应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将会接着来书写我们的代码 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种 就是继承threadlay来实现一个多线程 我们来结合实际案例看一下 这里直接溜一个加号class创建一个什么呢 比如叫做我们的mythread mythread这个类然后直接怎么写extends我们的thread 然后去复写我们的什么方法 one方法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方法体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打印 一个log.debug 然后我们以我们target作为这个标签 然后我们写一个什么呢 thread 然后用我们的currentthread 得到我们当前的线程的一个getlain 就是说我们这个run方法体 就是打印当前执行的这个线程 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字符串点run 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直观的看到 我们当前的线程的执行情况 我们这里取的是当前线程的名称 再加上一个run方法 就是我们的通过继承我们threadlay方法实现的 那么这里的话 在我们的activity当中 我们声明一个新的方法 比如说就叫做public void 叫做什么呢 我们简单一点 就叫做我们的testthread 测试一个thread 然后我们方法体怎么来写呢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mythread 一个mte 它等于什么呢 newmythread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下面的也一样 直接把它复制粘贴过来 这就是我们的mtr 那么这样的话 通过这种形式 就可以直接创建出了我们的对象 那么现在想要执行我们的线程方法 我们直接调我们的run方法可以吗 答案是不行的 我们要调的是我们的star 一个lative方法 我们直接是mte.star 和我们的mtr.star 这样就能够把我们的两个线程起起来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打印的情况 好 这里是一个定义的testthread这个方法 我们为了能够给我们的按钮 监听绑定起来 那么在我们的btnonclick当中 去直接调用一下我们的testthread这个方法 好的我们现在再把我们的工程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呢 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们的右我们的下方正在显示 正在install我们的apk 这里的话可以把我们的日志这里打开 我们为了便于我们一会儿观察我们的日志情况 这里正在安装 大家稍等一下 好了这里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把日志都清了 这里点击一下我们的hello world 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打印的两行日志 这里thread245run thread246run 这里就代表我们 再回顾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这里的run方法中 就会去执行当前线程的名字点run 那么这里的话 确实是实实在在起了两个线程 thread245 thread246 他们两个都run起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之前也应该知道 我们再温习一下继承thread类实现多线程 就是这么简单 好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种方法呢 实现一个runable接口 如何来实现多线程 因为这里的话 引入这个方法 引入这种实现方式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你自己的类 已经继承了另外一个类 而我们加上它只能是单继承 你已经继承了另外一个类 就无法再去继承我们的thread 那么此时你想要去实现一个多线程 就必须来实现一个runable接口 然后同时为了启动我们的thread 需要实力化thread类的时候 传入你已经实现好的runable接口的目标对象 而这样再把它start掉起来 就能够通过我们实现runable接口的方式 实现一个多线程 那么还是结合一下我们的实际代码 这里的话我依然留一个class 它是什么呢 叫做一个myrunable 我们刚才是mythread 这里叫myrunable 我们的runable直接implement 实现谁呢runable接口 这里的话就会强制要求你必须来实现我们的run方法 那么一波一样我直接把它拷过来吧 我依然是打印这样的一行话 这一行话是什么呢 打印一下当前执行你这个run方法的现成的名字 再加上点run这个字符串 那么这样我就能够直观的能够看到现成的执行情况 那么这里的话我就在调用的时候依然去新增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public void 然后来一个testrunable 这里的话我们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这里如何来书写它呢 这里的话我们直接一个myrunable 然后来一个mre 就等于我们的lue myrunable 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的mr2也可以这样这样创建出来 有了这两个已经实现了runable接口的目标对象 那么我们想要启动一个现成的话 我们需要把已经创建好的这个目标对象 传递到我们的thread类里面 传递到我们thread的16话对象里面怎么传呢 这里直接是我们的thread 这里来一个什么呢 te等于我们的lue thread 那么这里在lue的时候我们的构造方法就可以传递一个目标对象 我们把我们are1传递进去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thread2这里t2也依然传递的是我们的mr2 第二个目标对象 ok这样把它实力化好了以后一定不要忘了把它点start把它提起来 那么我们的t2也依然是点start把它提起来 好了这里就是我们通过实现runable接口的方式来实现多现成 那么我们把这个方法把它调用起来 在我们的btnunclick里面调我们的testrunable 那么这里同样把我们的代码跑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呢 这里依然把我们的日志台打开 把多余的日志清上一清 然后把我们的模拟器准备好 这里的话还是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们这里正在install我们的apk 好的即将出来了 好把多余的日志该清的清一下 好的点击一下我们这个界面上的hello world这样的一个按钮 我们看一下 咦这里依然打印了我们的thread251run 我们的thread252run 这里的话是不是也依然表示了我们起了两个线程 这两个线程分别是251252 就证明我们这样的一个实现方式也是可以实现我们的多线程的 好的那么到这为止的话 我们java当中最常见的这两种计程thread类实现多线程 而实现我们的runable接口实现多线程也就已经温习完了 但是到这里的话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是声明的两个目标对象 然后分别传递到不同的两个thread对象里面 那么这里的话我就会需要去思考我的一个多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多个thread 我的多个thread对象是否可以共用 就是共用一个我们的MR 就是共用我们一个目标对象 答案是可以的 我们的多个thread对象可以传递同一个 myrunable这样的一个对象 但是这里的话大家就要注意了 我们如果是在这里传的是mre 这里也依然传mre 这两个不同的线程对象操作的是同一个目标对象 那么这里的话就可能需要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之前的一个知识点 叫什么呢 我们的线程同步 就是说我们在多个线程操作我们同一个变量 操作我们同一个方法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我们的同步锁 这样才会不会出现问题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写一个实际的案例代码 来验证一下我们多个thread对象操作同一个目标runable对象 那么这里的话怎么怎么来写呢 我们这里可以举一个我们比较经典的案例 什么案例呢 就是卖火车票 我们来这里写一个叫做我们什么呢 sell sell什么呢 ticket 我们的一个卖火车票的一个软件 sell ticket 好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sell ticket 他直接去实现一个什么呢 runable接口 然后这里必须怎么样 重写我们的run方法 好的 我这里卖火车票 但是我的火车票的票数是固定的呀 多少呢 privateint ticket 我只有20张 我只有20张火车票 让我允许多个线程来卖 那么这里的话就会涉及到我多个线程操作的是同一个变量 调用的是同一个方法 这里就一定会涉及到我们的线程同步 需要加上我们的线程锁 好的 那我们看在哪里加合适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run方法当中 我是一个卖票的程序 我可以无限的卖 一直到我没有票为止 所以我这里写的是一个什么呢 while true的一个无限循环 一直卖 卖到没有为止 比如说我的if if我的ticket大于零 就是代表我还有票嘛 对吧 大于零还有票 else就是我等于或者说是甚至小于就代表我没有票了 没有票 那么请跳出这样的一个while true的循环 这就是我们的没有票了 我们在里面写一个已经售完了 把我们的注释补上 养上好的习惯 火车票 我们的火车票卖完了 火车票卖完 上面就是没有卖完 那没有卖完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写呢 直接做一个简单的日子打印吧 来一个log 然后点debug 依然以这个作为标签 还是以我们当前thread currentthread.getlane 取得当前现成的名字 然后我们拼接一个字幅串 为了一会儿看起来方便 怎么来拼呢 我们先全拼化 拼一个就是某某现成 就是它的名字嘛 它卖出了 卖出了第 第几章呢 那这里又有一个数字了 数字的拼接 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它本身有20个 那么我们20减去 我们当前剩余的 就是我已经卖的第几个 而我当前是可以从第0个开始卖的 所以我需要加一个1 大家请注意啊 我这里20减ticket加1啊 就是说我卖出了第几章 我肯定不是第0章开始对吧 我是从第1章开始 而这里的话再加上一个我们后面的汉字 怎么汉字呢 张票 然后把我们的分号补上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会去打印某某人卖出了第1章票 某某人卖出了第5章票 而这里卖出一张票 要把我们ticket减减对吧 减去一个 然后我们当我们ticket大于0的时候 都会就会一直这样去卖 那一直减减减到它等于0的时候 就会走到我们的else 我们的火车票已经卖完了 卖完以后跳出 好 我们这里就要思考 我们是这里的代码操作的是我们的 一个涉及到县程同步的一个变量ticket 所以我在这里的话 直接写一个县程同步的代码块 怎么来写呢 side query last 我当前是this 我所要锁住的是this 然后我的代码块是哪一块呢 就是这一块 我们把这个代码直接拷贝到我们的县程安全 县程同步这个里面 这一块就是我多个县程可能会操作的地方 好的 为了我们卖起来方便的话 我们是卖的话 最好卖一会歇一下 卖一会歇一下 所以这里的话 当我卖完一张走到这里以后 我加上一个县程的一个sleep sleep多久了 我们简单一点 就sleep一个200毫秒 好这里的话肯定有一个异常 需要把它抛出来 我卖一张 休息200毫秒 卖一张休息200毫秒 直到我卖完以后 break跳出我的这个virtual的循环 代表我的火车票卖完了 同时在整个过程当中 会去打印我的一个售卖信息 检查一下 我们的sale ticket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了 那么我们在java当中 在我们的tip当中如何来调用它呢 非常简单 这里直接又新增一个方法吧 public void test test什么呢 叫test sale吧 test sale 好的 那么这个方法体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是多个县程 操作同一个目标对象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目标对象 先把它搞出来 sale ticket等于我们的sale ticket 好的 这样我们的目标对象就有了 那么我们多个县程来操作它 先来一个吧 县程t1 它等于我们的new thread 这里的话 为了区别它的县程名字 我们可以先传递这个目标对象 然后再传递一个它的县程名 比如它是卖火车票嘛 对吧 那么它是谁呢 它就是我们的a代理 我们的a代理是卖的是它 然后同样的 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bcd 这就是我们的县程t2 t3 t4 对应的 它依然操作的是sale ticket 这样一个目标对象 都是共有的 这里是谁啊 b代理 我们的c代理也是卖sale ticket 我们的d代理也是卖它 我们这里创建了一个sale ticket 目标对象 创建了四个县程对象来卖 卖我们的这个票 同时这四个县程有着不同的名字 好的 都创建好了以后怎么办呢 一定不要忘了把我们的县程 起起来 二三四 都把这个补上 那么就是我们这里的t2.4 t3.4 t4.4 好的 代码写好了以后 把这个testseal在我们的btn按钮当中 做一个调用 再把我们的代码刨起来 看一下能否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里就是我们的多个县程 操作的是同一个目标对象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要结合一个经典的卖火车票的案例 再来温习一下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的程序已经起起来了 把多余的日志清上一清 好的 我们这里的话点击hello world 大家看见没有 这里打印了很多日志 我们来捋一下 A代理卖出了第一张 B代理卖出了第二张 ABCD又在卖 ABCD又在卖 ACBD 因为我们线程的级别都是一样的嘛 有可能你先 有可能我先 所以说这里是ACBD ACBD ACBD 一直到最后把它卖完 OK 那么这个案例就是我们经典的多线程 共享我们的一个变量 操作同一个runable接口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啊 那么到这里为止的话 我们也得给大家梳理了 我们继承threadlay实现多线程 实现runable接口实现多线程 并且我们也尝试了多个threadlay 共享一个runable接口 那么这里的话就会引入我们最后一个知识点 实现runable接口和继承threadlay 这两种方式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梳理啊 第一点 我们加瓦是单继承 所以说我们一个类只能继承一个负类 存在局限 你如果extend了threadlay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再继承其他的类 而我们单继承 但是允许实现多个接口 所以说这里的runable接口就出现了一定的优势 同时我们在实现runable接口调用的时候 可以共享同一个runable实例 是对应的 那么我们的实例变量也是共享的 就代表其实我们的实现runable接口方式 是适用于资源共享这样的一个场景的 大家要知道 而我们普通的继承一个threadlay 肯定是不能实现这样的需求的 当然你说我非要去实现 那么这里告诉你 你可以共享什么变量 共享我们的static静态变量 你也能够实现我们的资源共享 但是没有人会这么去写 所以我们这里的优势 依然是我们的runable接口 更加适用于资源共享 因为它能够共享同一个runable实例 第三 我们翻看圆码 会发现我们的threadlay 它本身就是实现了runable接口的 我们本身的threadlay 就是runable接口的子类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 能够使用runable接口的地方 都会使用我们的runable接口 也是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的 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的知识点 给大家重新再温习 并且重点解析了我们多线程的创建 希望大家在课后的时候 一定要练习一下相关的代码 好的 我们本节课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 Hai